大家好,我是彭文正,我是李金玉 周遇寇一天一爆料,总统府最近也是每天一澄清 说什么鼎心卫家道,总统府是礼貌性的拜会 提的是鼎心的营运状况和彰化组措的整修 总统府的说法其实有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呢,所有的事情呢都讲的是你没法查证的 那就是只有天之、地之、你之、我之的这种事情 好,但是这没办法解释哦 为什么鼎心卫家可以在台湾包山包海 想尽特权,结果总统就自创了一种说法 叫做这一切违法的特权就是市场机制 好,朱学恒公布了网络票选的2014年的十大恶人 结果竞争太过激烈,难免有一株之汗 最后的前八强出炉呢,妙的是有三个不是人 那是什么呢,结果揭晓 分别是统一企业、爱国重新会和国民党 我们带你来看看 中华民国一百年三年 第二届二人榜票选 北总成全 爱国重新会 怎么没有警察带死他 被偷懂的那五年 亚云女马云九 他执政是八年 其实台湾是倒退炉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二几手 没有最二几手就是最差的事情 他是无能啦,只是无能到十点 你说他怎么坏,我倒觉得他不是坏 他就是真的是,他真的没有赐个当国家领袖 就觉得他是一国之首,然后都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就每天过得很耸,然后就都不会管理下人民的想法 然后人民吃了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他也都不知道 武力探长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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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耶,那他无感 能不能就是真的去听到就是使用者的声音 然后去做调整,这个很重要 政院叠血 将于化 我觉得他很平化 就感觉他,感觉他是上面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他是一个让我觉得他很能感的官员 现在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他下来到底是干嘛 永远的受害者 武力探长国庭 武力探长国庭 我觉得找一切我还蛮常吃 所以我觉得还好 反正教育 中国国民党 现在执政党,然后包庇的所有同一企业 或远东企业,对 他们包庇的这些不良企业 当大免不了辞 东西西主屋 对抗理二业的最小人 这也是很恶劣 很恶劣 你看他的家族怎么样捞钱 什么样子 木无法 木无法 然后他怎么样正商狗角 对 炒地平 那个事情 我觉得这很糟糕 反那些农人 就是那个 土地的事情 有那种 妇女农人 然后就直接 就是趴在那个 土地上 然后他的 就希望那机器 不要这样压过去 就我觉得那个很恐怖 华尔街之狼 爱国基督版 张胜尔 张胜尔 不知道刚才有谁 怎么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怎么 谁啊 张部长 原则上 他在这个气派的话 做得有声有声 我基本上 我个人是肯定他 第四名 你标指数 第一啊 财团啊 之类的 那我现在实时动认 第一名 第三名 国民党就第一名好了 我觉得 现在完全否定国民党也不对啊 党跟人 我觉得是分开来讨论的 我觉得是人在做事 不是政党在做事 第二名 马英九 马英九 因为我觉得他 也不用我讲为什么 因为他民调都正久怕来 要怎么好想为什么 不为什么 第一名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他会第一名 好厉害 不是马英九 这个人其实我不知道 其实如果说 国家会烂 其实总统 大概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不太清楚他是谁 我觉得马英九应该算第一名吧 因为其实 张胜德其实是马英九管的啊 我觉得我第一名那是卫家 我觉得是张胜德 因为税是国民的 就是大家都要找事情 他越搞越乱 那大家找的税事就越来越多 或者是就是 可能有钱人炒漏税 但是没有钱的人 需要讲这么多的税 其实这样就越来越适合 你就不要 有没有心人笑 有谁听到旧人哭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 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不足 自作自少 难自主 还是个鸳鸯鸯鸯鸟 不应该的年代 可是谁又能买多人 世间的悲哀 花花世界 鸳鸯鸯蝴蝶 乃人间一世天 可不要当今天 不如温柔童年 看这段影片 只能说心非喜悲 在今年的这个 十大恶人排行榜 那么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 因为这个选拔的规则 有一点点改变 那么用16强来PK的结果 所以就只能够把前8强 我们先来带您看一下 这个第8名呢 就是江一华前行政院长 318不用水飞车 结果造成镇压流血案的主谋 讲一话 那么在地雷指数是70 我们再来看到第7名 好第7名呢 是刘振宏 其实呢 刘振宏从2005年上任以来 已经做了9年 但如果你稍微Google一下 刘振宏这三个字 出的几乎都是负面的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6名是谁呢 经过了PK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个人 他不是叫小七 他是统一 好为什么呢 拒绝这种一相关企业消费 要食物安全 要健康消费 到底在2014的食安风暴当中 这个统一都对外说 他是受害者 真的是这样吗 再来看看第5名 第5名是爱国同心会 爱国同心会在101 这个外面到底有多么的扰民 而让他可以荣耐到 十大恶人的第5名呢 我们要有请现场的来宾 来做一下评论了 好我们看到这5678这4名 那特别是这个朱玄恒在办这个十大网络 恶人的票选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遗珠之汉 有人会说 怎么搞的 顶星未加怎么不在里面 其实这话说来 是因为他这个是两两PK 所以比方说你PK到马英九 那你就一定要输 你PK到国民党 你再抢你还是会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选出来的8名 那我想看这里8名 5678这4名当中呢 两个是人两个不是人 至于哪个是人哪个不是人 你们自己去冠名 好那我们来怎么看看这5到8名 有人觉得是死有余辜呢 还是有人觉得是冤枉呢 你好 我觉得5到8名 大概实至名归 因为刘正宏也辛苦他了 连续残联这么多年的十大二人榜 也辛苦他了 这个时候也该稍微往后退一点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这个爱国同心会 这应该是他的首度入法 那我想大概就跟他们在101前面 常常去殴打这个法轮功的成员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我对于爱国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我是不反对的 只是为什么在中华民国 或是在台湾的爱国同心会 拿的是五星旗 这一点我是有点 不太能理解 你爱的到底是哪一国啊 你如果真的那么爱中国的话 其实也没有人阻止你到中国去生活 你为什么要在台湾 拿着五星旗 然后去殴打这些法轮功的学员 其实在101前面 我看过这些法轮功的学员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那个地方 台北市那么大 有人可能问台北市那么大 你干嘛没事跑来这里练功干什么 那当然 因为101我们知道 中国观光客去了非常多 那法轮功 其实法轮功其实他是反共 但是他并不反统 所以他们在那边 其实只是想让那些中国观光客 透过这些观光客眼睛所见 希望能够把他们所看到的讯息 能够带回到中国去 那这是让他们的目的 那人家坐在那边 规规矩矩在那边练功 也没有爱找你 你爱国同心会 你爱在那边喊什么口号 那也是你的自由嘛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你会这样子去打人 而且这个事情 引起很大的震撼就是说 因为这个影片整个被上传到网路上去 那刚好其实在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在选举前 当时其实并没有 没有什么人注意 那后来开始引起注意的时候 其实是 那这个影片在网路传一段时间 后来是 柯文哲当是候选人的时候 他去接受这个 PTT乡民的访问 就有乡民问到他 说如果你当选市长之后 还有这种情况发生 你怎么办 柯P当时就讲说 那我就把分局长换掉 结果当时大家 这句话好像也不当真 结果没想到 他就职典礼 那一天从 当他结束他的就职典礼 从台北市政府 走路到台北市议会 中间短短这个 大概三分钟的路程 他就跟走在旁边的 新一分局长 也是我的好朋友 李德威 就直接跟他讲说 如果再有人被打 我就把你换掉 我觉得这一个 是整个引爆 整个爱国同心会 在长期以来 在101前面的 这些胡作非为的行动 因为没有人想到 有一个台北市长 竟然会在就职 第一件事 就是告诉这个 新一分局长 说再有人被打 我就把你换掉 这的确是让大家觉得 还蛮震撼的 那当然 爱国同心会 这次登上 这个十大二人之榜 我觉得也算 实至名归 因为你劳动一个台北市长 直接去对新一分局长 下命令 而且新一分局长 也不晓得为了这件事 可能不晓得掉多少头发 我觉得这也算 实至名归的